甜菜丰收了 这是一份喜悦的收获 但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 人工起收甜菜费时费力 甜菜收获机来帮忙 它切消神速 它起收高效 它们就是快乐的甜菜收获机械组合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系列节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经常会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生活 那就是甜蜜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红糖 白糖 白砂糖 这些东西都从哪来呢 有些朋友说了 甘蔗 甘蔗榨糖 没错 甘蔗榨糖 是我们获得这种白糖最早的原料基础 但是到了后来 有另外一种东西出现了 还挺沉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甜菜 但是甜菜该怎么收割呢 大家看我们这就有一个甜菜 甜菜收割的时候 你得先得把叶子割了 把叶子割完之后 你还得 我的妈呀 这炖刀 还得把它的顶儿去了 去完之后再把它从土里给它扒了出来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收割的过程 是非常费劲的 大姐 您这是在削甜菜呢 是啊 你去哪边公家 我是我爱发明的一旋 咱们这一天都削多少呀 你去一天多劲吧 你去一天还累就不像样 我们都 我试试大姐 你试试吧 先把这个泥给它弄掉 然后再换一个 是不是很吃力呀 有点 但是我感觉也还好吧 这不挺好削的嘛 你看这 三分钟 这一个也削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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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开始干 你再干一会你就干累了 就吃力了 哎呀 哎呀 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呢 您说 要是有一个机器来干的话 会不会好一些呀 哎呀 有的机器我们可清空的 最近我们节目啊 有一个发明人跟我报名说 他发明了一个这个甜菜收获相关的机器 要不我们把它找来试试 哎呀那咋钱好了 那我们可以助我们减轻素兰了 行动多的是吧 对对啊 行了那我去找找看 哎那好了 好吧 我就是 我就是 发明人刘凤勇 发明项目 甜菜收获机组合 是您报名我们节目说您发明了一个这个甜菜的机器 对对是我 哎呀大哥您还在这放牛呢 走吧我们赶紧回家看看您这机器吧 好好 我这个打烟到收获 呃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这个农户啊 有的还不知道 所以说我尽快想把这个东西 这个让大伙呢能用上 哎这样 就是这儿吗 对这就到我家了 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就是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 哦 看起来它挺有心意的 那大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功对原力是什么呀 它是通过三个滚筒 旋转 把这鹰子打得差不多了 刘凤勇发明的甜菜打鹰机 主要由一个铁刀滚和两个皮刀滚 以及两个销顶刀组成 当打鹰机通过甜菜上方式 铁刀滚先将甜菜的大部分叶鹰打掉 然后两个皮刀滚 正反两个方向进行抽打 进一步将叶鹰打进 最后在销顶刀的切削下 完成甜菜的打鹰去顶工作 那么这台打鹰机的实际使用效果 究竟会怎样呢 这一天我们拉着机器 来到一片代收的甜菜地 刘大哥咱们试试 好 来吧试试 准备 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很不贵啊 对 它这个每个顶巴都雪掉一块 从后面看还是很清晰的 它这个整个销这个顶的过程 对 甜菜打鹰机走得很快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走出了百米有余 而且效果按上去也不错 对 刘大哥等一下我们再统一检查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行 走吧刘大哥 哎 我们看看检验一下成果 这机器啊一来一回真是挺快的 你看这效率挺高吧 是啊 我给你耗一个看看打的效果 我们来试一个 这就拔出来了 对 这个叶鹏打净 上面学一刀就可以了 这就能达到谈产的接受标准 这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力啊 对啊 这个劳动强度相当大了 甜菜打鹰机的使用效果是又快又好 那么它和人工相比 其收甜菜的效率又会如何呢 我们打算用一场小规模的比赛 来检验一下 刘大哥啊 今天我给您请来了十位村民 他们都是销甜菜的高手 我们来问一下啊 大姐您这个要是一个人的话 一天能收多少啊 也就是一模左右吧 大哥啊 您平时在负责这个收甜菜的时候 您是主要做什么的啊 我是主要是负责往旗骑 往旗骑 旗骑 骑在中国那么真费力的 妇女负责卡的甜菜样 这还有分工呢 对 刘大哥啊 我刚刚采访我们这个村民们 您也听到了 大家可都是能手啊 您觉得咱们的机器能胜过大家吗 应该没问题 这样啊 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比赛规则 我们双方啊 每一方是八根笼 一亩地 哪一方先完成 哪一方就获胜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那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好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我们比赛开始 好 随着一旋一声令下 刘凤勇的甜菜打印机和人工队都迅速行动起来 只见打印机一马当仙 一颗颗去了顶的甜菜显露了出来 很快 机器便将人工队甩在了身后 而这边的人工队也不甘落后 虽说机器已逐渐和它们拉开了距离 但它们丝毫不懈怠 有条不紊地切削着甜菜 不愧是多年种植甜菜的老手 没一会儿的功夫 切削好的甜菜 就一堆成了堆 但是此时的打印机已经走远 远远地将人工队落在身后 见此情景 人工队的大姐们开始加快了切削速度 希望能够赶上机器的速度 即便是看到打印机已经折返 大姐们依然不急不躁 奋力追赶着 全然一副不服输的架势 大姐您为什么不认输啊 我们人多 人多力量大嘛 是吧 那我看这个刘分勇的机器 这一来一会儿都回来了 回来它还没起呢 我们这直接回堆了 咱们还没回堆的 是吧 那大姐们咱们加油看呢 原来让人工队稳住脚的是 虽然刘凤勇的打印机暂时领了先 但它也仅仅是将甜菜英子削掉了 但甜菜疙瘩还长在地里 而这边大姐们虽然行动缓慢 但甜菜可都是连根拔起 不但去了顶 它都是已经处理干净的 所以说即便是刘凤勇暂时领先 但是最终的胜负还真说不定呢 人工队一直在努力追赶着进度 起收的甜菜也越来越多 但打印机也并没有练习它的速度 眼看着就剩一点 就要将全部的甜菜英都切削完成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负又会如何呢 刘大哥 咱们这个底儿已经削完了 削完了 它这光打完腰还没话去拔呢 它拔也不好拔呀 刚我们这都起完了 我们都嘎了都起完了成堆了 一会儿我拔 一会儿我妈跟司机俩拔 快 我们尽快赶紧开始吧 大姐们咱们加油啊 咱们还有希望 好 刘大哥这可得加紧干啊 后面还这么多呢 是 这个打完腰吧 这菜不好拔了 加紧吧 好 加油 看到刘凤勇和司机两个人 起拔大面积的甜菜 人工队的大姐们 可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她们继续努力切削着甜菜 就在双方胜负还很难预料之时 刘凤勇这边却突然服输了 行了 我服了 你们 结束吧 刘大哥 这干得好好的啊 怎么认输了呢 不行 我这个打鹰是挺快 我把鹰子都打没了 甜菜嘎子不好抛了 人家那是带鹰子拔出来的 这我们拔不出来了 不好拔 太费劲了 那怎么办 刘大哥 那我还得想一想一想办法 这个不是这么干的 还是得想招吧 再研究研究 对 他已经输了吗 除了光打夜还是不行 这个起球的难度更大 我就再研究研究 比赛失败后 人以为刘凤勇会大门不出 设计他的新机器 但性格沉稳的他 并没有急于求成 他放下机器 趁着好天气 出来打鱼了 刘大哥 收获怎么样啊 不知道几条 挺好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 这个好几样的 哎呀 这个是大海关的 这成果太不错了 这么大 刘大哥 我们这鱼收获的是不错 机器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呢 机器有点小问题 这两天吧 我也行的 别着急整了 那个琢磨琢磨再说 刘大哥 咱们省农机院 好像有一位专家能帮到我们 要不 不过我们把他请来问问看 那太好了 是吧 对 改天我们可以把他请来 看看能不能帮到我们一些 行行 好 这个 再拿回去一样 哎 这次都不小 再拿回去一样 走 走 走 甜菜的起收机 究竟该如何设计呢 刘凤勇没事就围着他的打印机转悠 这一天 刘凤勇正思索着新的思路 省里的一位专家来了 刘大哥 哎 这位是我们省农机院的徐老师 你好你好 之前跟您提过啊 徐老师啊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 我们刘大哥发明这个甜菜收获的机器 现在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是吧刘大哥 对对对 现在这个甜菜打烊这块吧 我已经完全解决了 效果上也不错 但是收获这块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呃 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这个 挖掘部件啊 都是以这个 双圆盘的形式为主 这个 呃 这个 起拔的效率高 这样 或伤快根 尤其是对咱们这个伊安 这个地区 尤其咱们东北 这个片区 这个不让比较严重 这个情况下 用这种 这个起拔的方式啊 非常适合 这个点子比较好 看来我们徐老师今天真是没外来 没有外来 那行刘大哥 您继续研究研究 行 期待您的好结果 好 我会努力 受到点拨的刘凤勇 私如泉勇 按照省理专家的建议 他很快勾勒出了一台甜菜 起收装置的摄像图 他说干就干 很快 在助手的帮助下 一台甜菜起拔装车机 制作完成了 它总共分了几个步骤 第一应该是往一起拔菜 用两个轮子 把甜菜从地底拔出来 首先是这两个轮 对 这叫起拔轮 刘凤勇发明的甜菜起拔装车机 主要有起拔轮 输送链条 出土滚 加持提升链条 以及装车输送链条组成 当机器通过已经销顶的甜菜时 起拔轮先将甜菜疙瘩 从土中拔起 进入输送链条 在到达除土滚时 甜菜上附着的土 会被基本去除 其后 在加持提升链条的作用下 甜菜会被提升到装车输送链条 从而完成起拔装车的全过程 甜菜起拔装车机是研制了出来 但它的起收效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来到一块已经去英的甜菜地 打算实地测试一下 刘大哥 我看您这个车也准备好了 地也准备好了 要不咱们就试试 行 来吧 准备开始 谢谢 效果不错吧 非常明显 对呀 我看这个甜菜疙瘩往上升的过程中 下面这个确实是往下在筛土呢 对 它是一般筛土一般提升 现在就是车快满了 稍等一会那个节菜车 刘大哥 我看这个配合得很默契啊 这边从地里面起出来 升上去那边就落到这个车里面了 对 它俩必须得同步进行 就是说它拔多少接多少 这个十分钟不到 一亩地完事了 咱们这个机器啊 自己试验效果还不错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还是找这个附近的村民 咱们一起比赛试试看 看看我们这个效率究竟怎么样 好 那就试试吧 好 比赛使用的甜菜地找好了 但是 由于今年的雨水较大 甜菜地里的积水还没有晒干 机械的大面积作业几乎没有可能 为了不影响这次大规模的人机对比验证 我们决定提前把甜菜英字打掉 这样一来 甜菜地就会更快一些被晒干了 刘大哥 您这个可真是一个好办法 是 你看看 这一抓一个泥球 这都钻成团了 对 要不的话这个水量太大 这个甜菜效果也不好 晒一晒能好一点 好 那我们等一等 期待之后的底下 好 几天之后甜菜地已被基本晒干 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我们想找50名村民和刘凤勇的机器来场比赛 但是这么多的人去哪里找呢 刘凤勇想到了村委会 他想找村主任 帮忙找人 胡主任在啊 在 有点事要你帮忙啊 那个 电视台又来拍片了 拍片吧 我们需要一个50人的比赛 这样呢 需要你帮那个 给喊一下村民 看看谁有空 来帮忙 好好 有个通知啊 村民注意了啊 村民注意了 中央电视台来到凤勇江 看看他这个甜菜收锅机 营工和机器比较像吧 买人快 看看明天呢 咱们老少爷们到甜的地头 听说要比赛的消息 村民们纷纷议论了起来 有人说机器不行 也有人说人比不过机器 但此时 刘凤勇关心的 却是大家能不能在比赛的时候 准时出现在甜菜地里 这天下午 比赛的时候到了 村民们不约而同的 向村头的甜菜地赶来 刘大哥 今天我们这机器也准备好了 我呢也把我们省农机院的徐老师请来 咱们同样用机器跟我们人工比一比 您觉得咱这机器能不能胜过人工 那今天我们选的是这两块地 嗯 徐老师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吧 今天的 好的 这个现场呢分两块地 呃 每块地十六根龙 总共是各两亩地 看哪一组收获得又快又好 就算胜利 好 刘大哥 我看您信心实俗 对 那我们问问我们这个村民们 哎 您好大哥 你觉得刘凤勇这机器怎么样 他呢 嗯 没见到过 不知道怎么样 大姐您挖这个甜菜挖多少年了 我也挖五六年了 挖五六年了 对 那今天加油 加油加油 大姐您有没有信心 能不能胜过刘凤勇 能我有信心 我们人多呀 人多力量大 对 加油 哎加油 刘大哥 刚刚我问这个村民啊 您也听到了大家信心十足啊 您觉得咱们这机器能不能行 行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比赛开始 好 好 好 比赛开始了 人工队手当其冲 先忙活了起来 而机器还要进行简单调整 大姐 您知道我们队已经开始拉这个菜了 对 准备好了 好 这角度很快的还是 机器开始启动了 人工队这边也卯足了劲 他们挖的挖拔的拔 装车的装车 而另一边的机器也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着 突然 机器好像出了故障 停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大哥 我们这个天怎么了 师傅放得太深了 底一个年 稍微浅点就好了 我看我们人工这点 这是势头十足啊 是是是 赶快赶快 我们这个 都能落后了 走 简单调整之后 机器开足马力迅速向前移动着 起收一段时间之后 收菜车也前来助阵 只见一颗颗甜菜被迅速的装上车 两辆机械配合默契并肩前行着 很快 两栏甜菜 就收到头了 把我们人工落得好远啊 落得老远了 摸过来摸过来 从这边开始往北来吧 我们这一行就已经收完了 对 机器再次出发了 而远在另一端的人工队 也在忙活着 貌似进度很慢 但是仔细观察发现 大家也一直没有停歇 还是挖的挖 剪的剪 装车的装车 只是说话间 另一边的机器又回来了 现在机器又重新起笼 开始起收甜菜了 大哥大姐们加油啊 大姐 咱们这个进度怎么样啊 我们干的也挺快 但是更机器比还是不行 大哥 您觉得咱们这边 还有信息能赢吗 我看是够呛了 赢不了了 您这一切比我们人干得快呀 但咱们人多呀 别灰心啊 大家加油 别灰心 好了 就在一旋采访村民时 机器一从另一头开始折返 看来机器的速度 确实不容小觑 没几分钟的功夫 机器就又满载着甜菜回来了 刘大哥我们看一下 这是果然啊 哪一个这个小哥的都没有折过咱们这个法老 对 一个落的都没有 这是笼瓣 拔完了是很干净的 对 累不累啊 累 累 你们不人多吗 大家加油 加油 我还有两个来会就完事了啊 咱们到我家里干了 不要怕烂就咱们了 虽然人工队还士气十足 但经过不停歇的劳作 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感到疲惫不堪了 看着风驰电掣般驶过的机器 人工队终于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姐姐 我看你怎么在这歇着了不干了 太累了 我们歇一会儿吧 干不动了 干不够了 我看你出了一头的汗呢 哎呦 累得腰端腿疼的 是啊 干不够了是不是 是啊 别灰心哪 这消极我还得干呢 哪还得干 虽说人工队还在坚持着 但机器已经再次从甜菜地的另一端开始折返 现在这是机器队最后的两笼甜菜了 那么人工队还有战胜机器的可能吗 咱们加油啊 刘凤勇这边就算最后一趟就完成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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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家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看着行云流水般驶过的甜菜收获机 大家这次是彻底失去了信心 完成了一半了 现在他们刚刚完成一半不到 对 他们也就完成了一股地方 它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对对对 咱们也可以停吧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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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快了 快点熟了 大姐 我看你干的满头大汗的 太累了 太累了 你觉得刘凤勇这个机器怎么样 我觉得太好了 为我们节省不少力气 你看我们累的满脸塌汗 是吧 人的力气有限的 实在是干不动 来吧刘大哥 徐老师 今天刘大哥您的机器确实是快 要不徐老师 您还是给我们点评点评 蜂勇这个机器呢 作业效果非常好 作业效率也非常高 是50个人工作业效率的二倍 刚才我也检查了一下 这个甜菜快根上的粘土率也非常低 达到了直接入场的标准 那么我宣布呢 蜂勇这个机器 获得了比赛的最后胜利 恭喜博大特 蜂勇这个机器